这一趟台东之旅还要带大家去看一个可爱的杂货店 有一个25岁的年轻女生因为打工换宿爱上了台东想要留下来 因此决定跟当地的农家合作 把荒废已久的杂货店转型 专卖自然农法的农产品 而且它还开放让农民以自家种的瓜果来以物异物或者在这里脱售 把这里打造成一个有人文味又温暖的一个分享的空间 老旧的干妈店也成了村子里的明星小店 对台东人来说漫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步调 但对都市人而言却是一种生活美学一种奢侈的浪漫 5月下旬的初夏台东路野乡的龙田村 因为热气球加年华带来的人潮 让村里的农座小店也跟着特别热闹 店里店外忙进忙出 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的是店长林芝怡 这个是阿荣他们家自己种的香蕉 种在茶园里头 然后那个芭蕉石 然后那是早上去采的 然后这个木瓜总写对面那边过来的 介绍自家产品 与其却像是迫不及待的 引荐好朋友给我们认识 因为这一桌的瓜果除了在地小农之外 多半来自再熟悉不过的醋鼻桃味 这边其实渐渐有一些新住民 那他们家就会种一些有自己的菜 然后前几天他还有带小黄瓜来给我们 就会收到一些礼物 食物 然后他就会说 那我们家小黄瓜可以放在这边吗 然后可以换菜吗什么的 尽管店门口的新鲜瓜果 还有店里的各式农产品 都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今一色都是透过 寿命自然农法栽种而来 而这也是这家店的主要精神 一开始是希望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寿命自然农法 因为他的耕作方式是不施农药跟肥料 那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是一群想要关心土地 然后可能也是他们也就真的很喜欢台湾这块土地 所以他希望它是一个很干净的 然后也是希望给大家知道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其实是可以生活得下去的 看看而谈小店的经营理念 今年25岁的林芝以大学毕业其实也才两年 原本在台北念书工作的他来到台东也只是几个月以前的事 其实他在这时代的时候就是打货店 所以这个是这边很多居民们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其实都还有在 那后来因为就是第二代的经营者他后来生病了 所以后来他就变成残酷 然后我来这边是经过打工换宿舍认识阿荣他们家 然后因为他们就希望这是一个分享的空间 然后就把它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一趟打工换宿之旅后爱上台东的慢活和农士 让他决定留在这里不走了 因为数学系毕业的他对于自己的人生也有专属的公式 因为我念数学然后可能就会开始想如果就是这也是一段人生 然后可能我前面都在求学然后再来接着就会是工作 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家就会希望我去当老师或是公务员 然后最后可能就会是退休生活 那可能我会想说在这样的公式里面如果可以 有其他不同的想法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个爱上台东的女孩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不同的可能 也让荒废已久的干妈店如今晚如村民活动中心般 重新热闹起来